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我是Steven,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学习IT项目管理正门课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要讲的一些内容,同样呢,还是老规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上一节课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什么是S分,并且介绍了一下它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名词的一些介绍,那在上一讲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S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那不使用它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麻烦, 而且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它的一些名词解释,给大家讲了一下版本库,配置库,本地工作拷贝,简出,以及合并,锁,冲突,等等这些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怎么样去理解它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S分版本号的一个迭代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最后呢,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主线,机械,它的这个分支的一个介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这下面的这张图,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用到哪种方式方式方法来存放这个, 关于在这个项目的一些代码,好,那这个上节课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S分的一些概念上的一些东西, 那这节课呢,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S分,一些常用命令的一些介绍和它的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我们要讲的一些东西,那本节课呢,目的就是了解一下关于S分的一些基本的操作方式, 它的我们经常常用的一些命令都是什么,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S分的一个协议,S分的协议呢,包括包含了下面的这几个协议, 第一个就是file协议,director reports the access to local network drive,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访问这个本地的一个文件, director reports,就是访问本地的一个文件的一个协议, http协议呢,这个是走的这个http的一个协议, https呢,是比http协议更高级,更安全的一类协议, 一类协议,它是通过SSL加密过的,所以它呢,比http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保险, 那还有这个S分这个协议,S分呢,就是通过这个不授权的,没有授权的这个每一个方式, 通过tcpip这个协议,去到那个S分代码库里边, 那还有这个S分和SSH,那这个就是说要授权的,并且是加密过的tcpip协议, 去代码库里边,获取数据,那在平常的工作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https,也就是我给大家黑体加粗的这么一个东西, https,那为什么没有用http呢,因为它的这个安全性没有https, 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可靠,因为它是SSL加密的, 那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安全可靠性, 能够保证它不会轻易的被这个黑客给攻击, 导致我们这个大量的代码往外泄露,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考量,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呢,经常用的就是这个https这个协议, 好,讲完了这个,它常用的一些协议了以后呢,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S1的一些常用命令, 好,我们来看一下S1的常用命令, 第一个就是checkout, checkou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S1目录印射到本地walking copy, 就是当前文件下下载服务器上最新版本的文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一天来了以后我们需要工作, 工作的话我们首先是在那个是从那个S1这个版本库里边 checkout出来一份最新的这个代码文件,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副本上进行工作, 那它的这个命令就是S1 checkouthttps, 我们都走的htps的协议, 给它带上这个代码的这个文件路径, 它是在哪儿,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个checkout的一个简写嘛, 就是co, s1,co,https, 那我们一般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但是我一般用的就是s1,co, 那这样的话比较简单一些, 直接就把代码checkout的一份到本地来, update呢, 就是更新本地的walking copy, 那这个也很简单了, 那同学们想必同学们也都会能够理解, 就是我在本地修改了一个文件了以后, 我想给它更新到这个s1代码文件库里边, 那我怎么弄呢, 就是walking copy, update, s1update, 或者s1up, 那直接就会把我这个更新的这个文件, 修改后的最终的这个文件, 给它更新到这个s1代码库里边, commit呢, 就是本地修改上传到服务器, 就是s1commit-message, 就是这个-m就是可以给带一些注释嘛, 这个message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就是你想给它带的一些注释, s1commit, add就是本地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commit之后才是真正的上传, add只是说给它添加了一下, 添加了一个文件在上面, 然后我们紧接着需要进行一个commit, 就是s1commit, 然后这才能真正的给它添加到上面去, 那这个是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删除, 就是delete, 本地文件删除, commit之后服务器上才能删除, 查历史的话, 我们是可以恢复的, 有rollback, 可能根据它这个版本号, 我给它rollback回去就能够恢复, 这个命令就是s1delete这个file name, 这个也很简单, 很好的理解, 想必, log就是查看当前的commit的一个记录, 命令就是s1log, status, 本地文件的一个修改情况, 命令就是s1status, 反为值的含义就是a, 就是标记了要上传的, 问号就是本地私有文件, 无版本的标识, d就是本地删除了, 没有上传, m就是本地修改了, 没有上传, 这些我们需要进行一个commit, 就直接能给它上传到服务器里边, k是加速的文件, c是有冲突的文件, 感叹号是有版本标识, 但文件会丢失或损坏, 那i就是没有版本标识, subversion设置了忽略, 有一个no, 这是它的s1的status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可以试着去使用一下, 还有这个s1info, 就是本地walking copy, 对应映射的s1目录的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用s1info来去看一下, differ就是本地文件修改对比情况, s1differ一下, differ一下failname, s1differfailname就可以给它两个文件不同的地方, 它会给你高亮的去进行一些显示, cut就是查看一下最后一次update到本地, 的文件内容, 命令就是s1cut的failname, export就是s1文件下载到本地, 不含.s1文件夹, 代码上线是推荐使用, s1exportlocal folder, import就是本地文件上传到s1info, local folder, revert就是放弃修改, copy就是拷贝, 拷贝这个分支和标签等概念, 都通过它来实现, 命令就是s1cpypass, failname, newpass, newfailname, 然后s1commit, 进行s1commit, 然后s1commit, 条-m进行再进行一个添加, 然后来看一下, 换一下行, 好, 这个是copy, move就是进行, 从命名目录或文件, 命令就是s1move, failname, 给它变成一个new的一个failname, 新的一个failname, cleanup就是本地walking copy出现异常时, 第一个命令就是s1cleanup, cleanup或者s1revert, 就是放弃修改, 这个文件名, 后面跟一个文件名, 都是能够达到最终的一个效果, 这是s1的一些常用的, 我们常用的一些命令, 这里边主要常用的, 我们主要常用的, 在工作中常用的就是stidus, delete,adv,commit,update, 我们要增上改查, 这些是我们常用的, 好,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在工作中吧, 工作中大家可能会对这些, 有更加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理解, 这是s1我们经常用的一些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1使用上的, 我们使用上有哪些习惯, 这个是我自己个总结的一个使用的习惯, 但是可能一人二义吧, 不一样的人, 他们有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 这个是我希望给大家能够推荐到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第一使用的习惯, 第一个就是即时更新, 在这里边呢, 就是s1本地这个working copy需要通过update, 获得到它的更新, 所以需要修改本地文件前建议更新, 第三个就是代码呢, 你要定期进行全目录的这么一个更新, 这是即时更新的三个建议,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上传正确的文件, 文件直接更新即可, 不要上传压缩包, 我们就直接s1commit, s1update, 就是直接去改就完了, 不要上传压缩包, 本机临时生成的文件不要上传, 那我们要确保呢, 就是s1库里边这些文件都是最新的, 自动生成的文件我们也不要上传, 这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是管理这个s1的一些代码了, s1用来管理系统的一些代码文件, 所以自动生成的这些文件, 我们不要进行上传, 免得造成这个垃圾文件,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正确的上传文件, 使用, s1将本地修改上传, 避免删掉再上传, 会造成这个版本的丢失, 这个呢,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版本的丢失, 我们要做的一个小技巧, 如果说将来可能说我们这个版本的一些代码, 我们需要用到上一个版本的一些代码, 可能我们就要需要roback回来, 需要给它回滚到上一个版本的代码,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一些, 这个只是一些使用上的一些习惯, 那这个只是说个人就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建议吧, 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些喜好, 一些习惯, 这些本来都是无可厚非的, 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建议,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s1的一个协议, 那他经常使用的一个协议还是https, 这样比较安全, 因为他是有ssl加密的, 接下来呢, 又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s1的一些常用命令, 主要我觉得就是checkout, 然后增转改查status, 这些命令可能大家会经常的用到, 然后呢, 又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在这个工作中, 我们会遇到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习惯,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可能会能更加的保证效率, 工作上的一个效率, 或者是一个规范性, 一个科学性, 科学化, 好, 那这个主要, 这节课呢, 就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s1的一些基本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呢, 就是同样也就是复习一下本节课, 我们所讲的一些命令, 大家可以在那个机器上去, 去试着做一下, 试着练习一下, 第二讲呢, 就是第二项呢, 就是给大家, 希望大家预习一下, 下一节关于这个GIT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GIT呢, 嗯, 现在是势头比较火的一个一款这个软件, 但是我们公司呢, 可能对这个现在, 普及度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也在慢慢的去推广这这么一件事, 所以呢, 下节课呢,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提到一个这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 一个过一个一个过程吧, 好, 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呢, 认认真正的完成这个作业,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